仅仅6个半小时 股价暴跌9.6% 市值蒸发4900亿元人民币 6月3号我们正在享受着端午假期 而美国的股市却在经历着一场腥风血雨 特斯拉的股民们也是哀嚎遍地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特斯拉的股价暴跌呢 为什么说股价暴跌的背后 预示着美国经济寒冬要来了呢 大家好我是老乔 欢迎收看老乔的吧等 这一次特斯拉股价暴跌是因为马斯克的一句话 在此之前啊 马斯克向世界宣布冻结特斯拉全球招聘计划 同时还要裁员10% 这句话特别的反常 为啥这么说呢 有四点反常信号我们需要注意 第一 马斯克说这句话的大背景是 特斯拉的业绩还行 特斯拉作为全球电动汽车制造商之一 他的业绩大家有目共睹 据了解啊 在今年的一月到三月之间 特斯拉在全球的销量高达31万辆 这个数据比其他电动汽车的制造商要好太多了 既然生意这么好 为啥要对员工磨刀祸祸呢 第二 裁员10%是个什么概念 根据特斯拉年度财务报表的统计数据显示 截止到2021年年底 特斯拉在全球范围内的员工总数 共计99,290人 裁员10%也就意味着要有将近1万人失业 另外 在此之前 特斯拉的发展可谓是突飞猛进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特斯拉在近5年内 全球员工人数从不到2万人 飞速增长至将近10万人之多 生意这么好 发展这么快 那为何突然宣布又裁员10%呢 第三 既不招人又要裁人 特斯拉的刀子为何如此之狠呢 据了解啊 前段时间上海特斯拉的超级工厂 已经逐渐复产 另外 特斯拉还准备着手再建设另一个工厂 照理来说 特斯拉此刻呢 最缺员工 既然最缺员工 那为何他不招员工 还要裁撤员工呢 第四 特斯拉这次的裁员堪称史上之罪 在此之前 特斯拉从未有过力度如此之大的裁员动作 另外 据报道 马斯克为了体现这一次裁员的决心 他给员工回复的邮件里这样说道 任何希望远程办公的人 每周必须在办公室至少工作40个小时 或者离开特斯拉 以上这四点反常信号的背后 是马斯克已经嗅到了一场危机正在袭来 而这场危机就是美国经济衰退的危机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 在此之前 马斯克认为美国的经济衰退可能已经来到 他曾公开表示 衰退大约会在2022年的春天或夏天到来 最迟不晚于2023年 明白了这一点 我们也就清楚 特斯拉此举正是在为即将到来的经济衰退 准备过冬的粮草 事实上 不光马斯克这样认为 华尔街的众多资本大佬 同样也都是这个观点 据纽约日报报道 摩根大通的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从公开表示 经济风暴就在我们眼前 没人知道这是一场小风暴 还是桑迪级别的超级飓风 我们应该早做准备 另外 华尔街的另一家国际领先的投资银行 高盛集团的二把手约翰华仲 从公开表示 现在全球经济整个系统受到的各种冲击 与我们而言是前所未有的 当然不光大佬这样说 美国的股市的表现也能印证这种观点 据了解 就在特斯拉股价暴跌的同时 美股的三大指数也都在下跌 其中道琼斯指数下跌1.06% 标普500指数下跌1.64%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47% 受此影响 众多优质公司股价 都出现了不同幅度的下跌 意味达公司的股价下跌4.5% 谷歌公司的股价下跌3% 美达公司的股价下跌4% 亚马逊公司股价下跌2.5% 以上种种 他们都很好地佐证了 美国经济衰退的危机 真的要来了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美国的经济 会出现衰退危机呢 答案就是美联储激进的货币政策 当地时间的6月3号 拜登在特拉华州就美国5月份就业报告发表讲话 他表示抗击通胀仍然是目前首要的经济任务 而美国应对高通胀的三板斧就是加息 缩表和降低关税 事实上从今年3月份开始 美联储就已经启动了加息政策 截止到目前已经加息两次 预计本月还会宣布再加息50个基点 另外从6月1号开始 美联储宣布启动缩表 他们将以每月475亿美元的缩表步伐 将在三个月内逐步提高缩表上限至每月950亿美元 而从美联储公布的计划显示 此次缩表可能持续三年时间 正是由于这种激进的货币政策 才使得美国在接下来的经济中会出现衰退的危机 而以马斯克为代表的这些资本大佬们 正是看到了这样经济衰退的危机 所以他们才提前下手准备粮草 抵御寒冬 曾伯帆曾经有一句名言叫做 盛时长作衰时想 上场当念下场时 作为个人也好企业也罢 只有拥有这种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意识 才能在瞬息万变的经济形势中 让你的企业积业长青 让你的生活依旧多彩 当然回头再说 面对如此复杂的经济形势 大佬们都尚且如此 那作为小韭菜的我们该怎么办 您心里有数了没 我是老乔 欢迎点赞关注收藏